哈囉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Evan宥文 今天我要來和大家介紹 如何把Canon相機直接連接至電腦 一般我們在使用Canon相機拍照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這樣手動把記憶卡從裡面拔出來 然後再存到電腦裡面去讀取這些照片 這樣有時候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有一個更便利的方法 就是直接將這個相機連接到電腦 那這樣連接到電腦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電腦上面 即時預覽我們拍攝的畫面 那這總共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有線的方式直接接線連接 另外一種則是用無線的方式 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來先介紹有線連接的方式 那首先在開始之前 不管你是用有線還是無線的方式 我們都必須要先去它的這個官網這邊 下載這個軟體叫做EOS Utilities 我們現在Canon的官方網站 找到這個專門的軟體 EOS Utilities 基本上就是找最新版的 那我這邊是用Windows 所以我是找Windows的版本 如果你是使用Mac的話 要記得去找Mac的版本 那點選中間這個下載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下載 開始以後你就會看到這個視窗 那基本上你就點了Asia 然後找到台灣 然後就可以開始 進行下載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給它裝起來 點選Install 然後等一段時間以後 它就會自動開始下載 OK 這樣就完成 Next 那這個下載的檔案 我們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好 那之後你就會找到你的桌面上 有這個EOS Utility的按鍵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就必須要接線 線的話你要注意 如果是比較舊的型號的話 舊的相機 可能是用這種比較傳統的線 就是應該是Micro USB的線 那如果是比較新的型號 像是Canon R系列的話 應該會是用比較新的Type-C的連接線 你就必須要用這種Type-C的連接線 把它接到電腦上面 就是一頭是Type-C 另外一頭就是傳統的那種USB Type-A 就是那個隨身體的那種孔 那接好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這個功能了 那需要留意的是說 這個線呢 你必須要買的是有傳輸功能的 因為有一些USB線 它其實是充電線 那它這個是沒有傳輸功能的 所以一定要確定它是有傳輸功能的 最好是買個那個USB 3.0的 這樣傳輸功能會比較快 那我們接上線以後呢 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我們只要點選中間這個Remote Shooting 就可以開始進行即時拍攝 跟即時預覽 OK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了這個畫面 那這個它其實是一個簡易的顯示表 就是代表說你現在的快門速度啊 光圈啊這些條件大概是多少這樣子 那一開始呢 我強烈建議大家去做一個基本的設定 你選這個File 這邊你可以決定你的照片要存在哪裡 然後這邊還可以有一個File Name 你就可以決定要去 怎麼訂這樣子 那你在拍攝的時候 它會幫你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一般來說呢 它就會照這個排序來進行排序 你可以做調整 像現在是Year,Month,Day 它就是年月日這樣子 然後中間會有一條橫線 你可以選擇是用點或是不要 那會是比方說2024年10月5號這樣子 它就用這種方式來建立一個資料夾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欸為什麼沒有中文版本的 欸就是沒有 Canon這個真的是做蠻爛的 用了這麼久還是沒有中文版本 真的是希望它可以趕快改進 畢竟Canon在台灣也是幾年啦 今年都還沒有中文版本 我也是很意外 好啦那這樣我們基本上就設定完成了 就可以開始進行拍攝 好如果不要已經動到的話 就可能會斷線這樣子 所以其實還蠻爛的 我們把線重新插好以後 就可以把它 重新連線 OK我們終於這樣就可以看到自己拍攝的畫面了 好啦有線連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有線連接它的傳速是還蠻快的 你可以隨時拍隨時調整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很快的 會有新的照片出現 可以及時的連到電腦 那你在圖片裡面就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資料夾 就是剛剛的命名原則 20241015 然後裡面就會有你剛剛所拍攝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介紹無線連接的方式 一樣我們點選這個EOS Utilities 點開以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點選Pairing over Wi-Fi 然後這時候呢我們就要進行相機上面的操作 首先我們要點選這邊 一個Wi-Fi攬家連接模式 遙控EOS Utilities 然後就可以新增要連接的裝置 那這時候它就會搜尋你自己的Wi-Fi 你就要連到你的Wi-Fi上面 連上你的Wi-Fi之後呢 你的電腦也要連上相同的一個Wi-Fi 那理論上你就會在這邊看到 有一個Model的連線這樣子 那點選之後呢 你要過一段時間 它應該理論上就會偵測到相機 然後就可以完成連線開始使用了 那操作起來就會跟剛剛的有線連接的方式一樣 只是有時候拍一段時間以後 它就很容易自己會斷訊 你就必須要重新連接 這是我覺得還蠻煩的一點 但是目前也沒有解法這樣子 而且它傳輸數字會比有線的還要慢 如果你一次拍很多張的話 它就會卡住 然後它就會有點塞車在路上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還是比較建議 用有線的方式來進行連接 好再來就是一些疑難排解的部分 第一個有時候我們用有線連接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怎麼連不上去 那這有可能是因為你的線沒有接好 你要確定你的線是不是都有接好 然後這個接口呢 是不是有正確的密合 因為有時候有稍微鬆動 它就會斷訊或什麼 那如果你確定有接上 然後機身也有跳出一些符號 可是它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畫面的話 那有一個很大的可能 是因為你這個線啊 它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充電線 而不是傳輸線 所以雖然說它的規格是對的 它是插得上去的 但它並沒有這個傳輸的功能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連上去以後 有顯示出 可能像是一個相機的符號 但是卻沒有任何東西傳過去 這個就有可能是你買錯線了 請去換一條傳輸線 那另外有可能是說你的線接 還超過4公尺或5公尺左右的話 它有可能會造成這個訊號 沒有辦法完整的傳過去 有時候會斷斷續續或是斷線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把線 就是用短一點 沒辦法用太長這樣子 那另外也有人說 可以去買一種專用的線 它可以把訊號增強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測試過 如果有相關的線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無線的部分 無線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 如果你是連不到 完全搜尋不到的話 你要確定是接到同一個網路 如果你連到不同的網路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接起來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連上了 可是有時候會斷斷續續 那怎麼辦 這個我目前沒有解法 因為Canon的無線連接 其實真的是還蠻爛的 常常會斷續 如果我有試過 有些人手機的無線 會比較穩定一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他們的方案比較高級之類的 但就有機會可以連得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的手機有吃到飽的話 可以用手機連連看 或是用不同家的 電信業者的網路連連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電信的問題 還是Canon自己的問題 但我自己有去問過 Canon賣場的銷售員 他們就說 建議使用有線連接的方式 所以看來他們也是有點無解這樣子 好啦 那最後我真的要好好的吐槽一下Canon 拜託你們出個中文版好不好 你們都已經在台灣 就是更雲式紀念 那第一個是 拜託你們趕快解決 你們這個無線連接的問題好不好 因為這個無線連接真的是 很麻煩 原本覺得還蠻好用的 可以少一條線 不會常常不小心扯到 然後就斷線 結果就發現 欸 只是拍一拍自己就斷線了 這真的是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 所以如果有Canon的官方人 在這邊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拜託做一點修整 好 以上就是本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內容 希望可以幫大家順利的連上線 那如果覺得內容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想要來解更多內容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關於一些攝影內容之類的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欸 又斷線了 唉 按提供